兄弟们今天大家看一看一个酒店 到底有多少个剧组在筹备和录注 走 这个苍蓝爵剧组就不用提了 今天我们来的就这个组 这边是酒店的休闲区 这是一楼 咱们往前再看一看 前面那个好像是 楚天遥剧组 没去过 看到没 又发现一个 新汉灿烂 这也没去过 这好像在筹备中 他们家盒饭好像不错 这个组不知道叫啥 虫子吗这是 云香传 没去过 无间 好像是民国系 这组也没去过 兄弟们 我刚才简单的溜达了一下 这个酒店大概六个剧组在这里筹备 现在出发去拍摄现场 这天气 刚下完小雨 听到有人站着吃饭了 我来了 兄弟们刚到拍摄景局 一发没拧的 啥都没干 先去吃饭 这几个哥们隔着堵桌上吃饭 这是鸭小吗 堵盒饭吗这是 这哥们堵两份是吧 走走走 咱换个安静的地方 远离堵婆 今天是可以 青菜萝卜丸子 鸡米花的 鸡米花 火锅肉丸子 今天估计就是大爷 可能每个人都有个愿望吧 那就是 报复 一夜报复 吃完饭咱们先过来拧个服装 兄弟们今天拍夜戏了 今天演个百姓 听导演说过后 跟我们组个CP安排个女搭档 好期待呀 今天仍然要顶多的导演说 有认识的就自行组CP了 不认识的过后分配 好像今天确实没几个认识的 当分配吧 兄弟们已经分配好了 我属实不认识 有点尴尬 你们拿孔明灯上那个人 尤其是点的那个人 一定一定要注意 导演给我买买任务就是放孔明灯 也说了放孔明灯一定要注意 余线一定得记好 手边松 万一飞跑的造成火灾 那就完了 这孔明灯和热气球的原点是一样的 过后没有打火机 点燃热白色的燃料就行了 好了准备 准备 话说今天这个戏还挺浪漫的 演百姓 主CP一起放孔明灯 你看这孔明灯自己飞了 哎呀赶紧许个月 赶紧收工吧 赶紧收工吧 兄弟们刚才徐愿说早点收工吧 没想到真的放完孔明灯就收工了 你完泡面就可以回去了 早知道我就徐愿说一夜暴风 你说是不是